词曲 李宗盛 《南无第三世多结昌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以自诚之心继续攻读《第三世多结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 《第二部分借经文》说真谛 《南无第三世多结昌佛》 不只是西藏的密法 看地的圣者 这方面的本事也是很大的 但是只能说有一些正性的神通大德 他们已经是隐瞒了 不愿意去说 更加上神通容易害众生、害人 可惜上司没有这方面的本事 有本事都会亮给你们看一下 哎呀 我不行啊 只知道惭愧修行 只会说不会做 所以只能惭愧 惭愧好 我的同学们也应该惭愧 只有这样才好修行 切不可学那些我执前身的人 从前有一个寺庙 庙里面的堪布是一个性德 有一天在晒佛法会上 挂在岩石上的释迦佛像突然放光 大家不看透地 认为是这位高增的道行 于是对堪布培加尊重 而堪布心满意德 羊羊自傲 前者因果 庙埔第二年晒佛节的时候 就请了很多大活佛来法会观礼 庙埔换了一身法袍 准备愚法礼请 满意为五时三刻 佛像会放光 结果等到太阳都落西山了 释迦佛像并没有放光 庙埔大凋棋忽压 无地之用 想一死了之 正准备原谅之祭 他的上司大圣德来了 说 余太可怜 成了圣德却又退步 满身私欲我执 怎请得动佛放光呢? 如此众多神辨之圣文 余不赞许 而心中只有你去年修法时 佛像放光牵挂于心 羊羊自得 大家赞许 余不觉得凡夫俗气满身吗? 余虽有所正量 难道这不是我执名利之见吗? 何以借他圣而自居荣光呢? 意思是 这个佛像放光与你根本无关 而且你要生死自由 与圣常相往来 还差得远 更何况 你忘掉了法义正论中告 忘却了正知正见的说法 光影气体圣像 乃为扬言虚空花 迅速无溪之谈 除非你每次都可请佛放光 那个先说明你以正大圣德道量 如当好好惨悔 惭愧自收啊 前几天我在行园桥上 对天空太阳陆像 突然空中太阳变成两个 同学们大为吃惊 认为我这个上司了不起 是菩萨无疑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 那是太阳偶形的光变造成 在云海中的反光现象 我完全可以借此机会 将自己渲染得大红透顶 你们知道当时我怎么说的吗? 我就在那里 那天我在那里 我见到两个太阳 真的 但是上司说我们看花眼了 说这是幻影虚无假合之上 你们上司我没有这个道行 不可以胡思乱想 就算有两个太阳 亦是与我无关的 是众生的某种因缘成熟 以所生还有之上 亦伏如虚空花 不可执其实有 还不如中等级别上司的 黑关杂血灌顶功夫 人家不管怎样 每次都能摆在桌面上 被同学们活生生看到 这才是真功夫 真上司 真大胜德上司 所以大家今后 要惭愧自修 否则 起一些风 落一些雨 放几度光 就说是有道行 就可为人责应本性 开悟发身 这是不懂法法 骗子挂在嘴上的鬼话 纯束妖人言行 这是很可怜的 自私欲望的人 处处以我执而生存 将真正好的 上等的圣事放在一边 而将与自己有一些关联 根本谈不上圣迹的虚幻途影 拿来圆堤三尺 如此下去 不知真修行 必然最后会悲惨而受终 永无解脱之期 所以我劝同学们 千万要小心 设计不要学那些我执的心痕 要明白 这个世界各种人才都有 他们比我们强 我们吃穿住行 都是他们给我的 是他们的劳动 汗水心血 育养着我们 比如 现在大家坐在这个房子里面 听我说波野之妙仪 你们现在坐的地是工人做的 这个房子坛城 也是建筑师、结构师、水电器师等 收造出来的 我们不是用他们的 是谁呢? 包括你们今天从路上来 也是走的他们收的路 所以我们除了惭愧 还有什么呢? 难道不知报答他们吗? 要感恩他们 那就是真修行 自割之后才能割他 你们说是吗? 是! 好了 我继续跟同学们开示 要转外景 得大用的前提 就必须要真正正到 波野真空实相 正到真正的 原容无外的境界 自然会导入 这样更重要的 还是要愚法修行 依法修行 修行才能正到 不是的话 所说的波野之底 还是叫做空理 最终不得的人 理论是无法结合 显于实相的 菩提撒多 依波野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外 无挂外故 无有恐怖 我们现在说 这样几句 此段说明 得成波野行境之道 为菩提法界 就是说 这段的道理 主要告诉我们 我们听 我们得成波野的行境之后 就是菩萨的佛界了 菩提撒多 各有情者 依波野妙子 而正无生之定 菩提撒多 各有情 我们前边就说了 这道不谈 是依波野的妙子 而正到的无生的定境 就依照波野 才正到无生定境 而凡夫众生 分别自他之利 而为取舍 以心革境 心固潜薄 心薄则六根全薄 薄则随其因果业力 轮回受报 不得脱离疑之恩 这段主要说明 凡夫众生 是执医的情想分别 就执于六根六尘 五闻不空 意识才产生分别 执着于忠 整天抓住不放 应妄为真 自己将自己 看到就实在了 所以才有喜怒哀乐 第三世多结昌佛说法 借心经 说真谛 今日就功读到这里 无限感恩 那么第三世多结昌佛